好 國旅雖然一防難求 但是對於客群是觀光旅客的 國際的五星級飯店和業者來說 其實邊境管制只要有這麼一天 那麼是不是像這樣子的大飯店 就沒有翻身的一天呢 我們再把時間交給倩涵 好 這句話是來自 金華的董事長潘思亮所說的 不過因為疫情 他有一喜也有一憂 我們先來講一喜是什麼 我們看到這張照片 56歲的潘思亮 喜獲靈兒 他昨天在金華飯店的點燈儀式 致辭的時候 出現了兩位神秘的嘉賓 而都是他的寶貝們 原來在疫情期間 2020年的時候呢 潘思亮在美國 喜獲靈兒夫人蔣醫會 抱著兒子現身了 那潘思亮這一吻 親了一下小朋友 成為全場的焦點之一 但是再拉回來 如果是受惠於疫情 生了寶寶 可是回到工作崗位上的時候 潘思亮就變得非常的嚴肅了 他呼籲政府說 如果你們在持續的做邊境管制 只要還有那麼一天 那國際的觀光產業 就沒有翻身的一天 呼籲政府要趕快來搶救 國際的觀光產業們 其實不只是精華 包含像是很多 跟機場相關的 或是有在做 伴手禮店的 都不知道已經倒了多少了 所以他提出了幾個方案 認為政府應該要加快 商務簽證來恢復正常 因為他認為現在旅客 打兩季進入到國內 然後還要再隔離14天 其實沒有什麼理由 不發給他們商務的簽證 而再來的部分 就是在國際觀光產業 必須要跟等待紓困的產業 進行脫鉤 不應該把所有的產業都擺在一起 那第三點 他說如果政府還是認為 要持續的來做邊境管制的話 應該要延長這些受困中的產業們 比方說像是國際的飯店 國際的觀光業 要延長他們的薪資補貼的時間 還有金額 因為根據了解 其實國際的觀光產業的產值 從之前高峰到4000億元 跌到剩下500億元台幣 而且入境的人數也可以觀察 之前大概平均都有1100萬次來到台灣 現在雪崩式的滑落只剩150萬次 所以對於這些國際的觀光產業 飯店 機場 伴手禮 這些只要是吃國外觀光客的 之前潘思亮就有說 他們好像是被放棄的重症病患 因為國內旅遊 雖然一防難求 但是對於這些非常吃國外客源的 不管是商務客 或者是國際觀光客的大飯店來講 他們真的是跟國內國旅熱 完全呈現了兩樣情 因此才呼籲政府應該要來救救他們 接下來我們要觀察的是 另外一個財經焦點 也就是在大陸扶植他們自己的本土企業 也就是在半導體的部分 最新的消息是 大陸砸了150億美元 要來挺中芯國際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張圖 主要的話呢 大陸是用他們的一個國家基金 那入主了中芯的深圳 將近500 1500億的台幣 取得中芯 深圳的股權有22% 那麼一來呢 原本持有大概七成以上的中芯 他的股權就降到了55% 這是要來做什麼 這是要來做成熟製程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啊 其實整個中美貿易戰 最慘烈的應該就是在大陸發展 半導體這塊了 中美貿易戰很多的機器 很多的設備 甚至是技術還有人才都沒有 都在中國大陸這邊發展 是非常的有限的 所以可以來觀察這個美國禁令 特別在於發展先進製程的 極子外光機台是沒有辦法在大陸 是沒有辦法運送到大陸來了 所以對於他們接下來 要做一些更高階的製程 其實難度是非常高的 因此呢 他們接下來要琢磨在哪裡 就是28奈米以上的成熟製程的部分 那預計這樣的一個投資可以推升 他們到2022年的時候呢 要針對28奈米以上來做量產 那預計月產能可以達到4萬片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晶圓代工的排行榜 第一名當然就是台積電了 它的市佔率呢有超過5成以上 那三星是緊追在後 第三名是我們的聯電 那第四名第五名 可以看到是革新 還有第五名就是大陸的中芯國際了 所以市場上面認為 這個大陸大動作的要來做補貼 要來做扶植 對於中芯國際來講 其實它放眼的 可能就是我們的老三聯電了 因為我們知道聯電 目前的話大概市佔率是占7%左右 那中芯大概是占5% 所以中芯這次被中國大陸的基金 來加持來扶持的話 預計是要做5望4搶3 對於整個半導體的市佔 會不會有所改變呢 就要看接下來的發展